好 葉光復他其實也創了紀錄 因為他兩年多呢 又再次征服星辰 江鑫怎麼看 他們都是80後的這些小將 然後呢這次呢 又要征服星辰了 對 他們最年輕的就1980 1058年現在44歲 他是第二次 他還有更年輕的啦 我看還有更年輕 另外兩個都更年輕 因為他每一次去 大部分都是一個老鳥 帶兩個菜鳥 那菜鳥之後 經過六個月的這個 我們叫做訓練之後 也變成老鳥 是這個樣子 一個老鳥 一老鳥帶兩個菜鳥 是這樣子 那另外兩個都二十幾歲 不到三十歲 是這樣子80後 因為就是 1980後 對 1980後他就是說 你越年輕就是 可用年圈越長 因為我們知道人的這個 生理會退化 會退化很簡單 那我就盡量培養 培養這新的 但是問題有條件 他的身高體重 還有他的人格特質 也包括了他的適應力 還有他的飛行時間 飛行時間最少最少要600小時 他可能會提升到800小時 戰鬥機的飛行時間 這要靠這些條件來累積 那這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這次神舟18號去 我認為是三個任務 最大三大任務 第一個我們知道 剛才你講的養了魚 斑馬魚 那個魚我們知道 這個整個在失重的狀況下 我們知道魚是這樣游啊 但是如果是 這個太空燈失重的人 魚是這樣游耶 魚是這樣游耶 它不一樣 因為沒有上下前後左右 在零失重 在零 零重量的狀況上 零地吸引力的狀況下 魚的看來要觀察它嘛 因為它是那個洗醉動物 而且它跟人體的基因 87%相似 這三個 這個他們要出艙 出太空艙 為什麼要去裝那個 我們所說到的 就是那個防護 加強防護 因為天空太空站 曾經被太空垃圾打過 那太空垃圾打過 萬一是這個小太空垃圾 萬一大型太空垃圾 速度那麼快 不然太空船打爛啦 天空太空 就這樣子 OK 那就是我們所講到的 這個要出艙去修 另外一個是換鋰電池 因為太陽能板可以用25年 不用換沒關係 但是電池要換 電池它有它的售期 有它的效率 如果不換的話 它的使用效率會越來越長 結果你手機 你的手機電池用了三年了 你要經常充電 你要經常充電 你不換的話經常充電 因為經常沒電 你不一定是這個狀況 所以它要去換它的鋰電池 要去換 所以我們知道 它每一次到它的宗教的任務 然後他們 他們的這個太空交接五天 所以五天後 這個神舟17就要回來了 因為他們也已經半年了 他們非常想念 為什麼他們在見面那一剎那 會互相擁抱 因為你這個六個月 你們除了這三個人 沒有看到第四個人 對 是的 你會感到那種新鮮感 我們知道那個 九旱逢甘霖 就是已經三年沒有下雨了 突然下雨 哇那種感覺 不一樣 類似九旱逢甘霖 或者是 你這個已經幾個月 沒有看到人 突然看到一個人 因為很親切 或者你在那個 你在那個北大方 或什麼沒有看過 從來沒看過 你都是看著外國人在國外 你突然看過一個家鄉的人 我有那個好親切馬上聊起來 因為你都在講英文 突然說你可以 你可以說這個普通話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非常親切 非常感動 有的時候甚至還會掉淚 對 當然 這當然很感動 因為這代表是一棒接一棒 而且代表呢 神時期他的任務呢 也圓滿成功達成了 現在要交友十八 接下來十九二十等等的 好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現在就不斷 有兩種思維 一個是不斷塑造 中國大陸威脅論 另外一方面呢 又在看衰中國大陸 包括經濟啦 有一些領域殲20 到我們今天會講的轟20 我們現在看到呢 你就開始炒作中國威脅論 第一個中國大陸 這些自主交接等等 征服新陳 然後要為人類有些貢獻 譬如說養魚啦 帶來越攘這些東西 然後美國你自己呢 是成立了太空軍 結果美國太空軍司令 他怎麼說 中國大陸在過去六年 偵查衛星的數量增加了兩倍 那你要不要說你自己呢 說這樣的晶圓快速發展 使得美國感到擔憂 解放軍的資訊支援部隊 宣佈成立了 以及神舟十八號發射了 代表呢 你做的這些改變 就是進一步提高 太空戰 說到太空戰 你怎麼想別人 就是代表你自己怎麼做 因為呢 美國早就已經在開發 相關的 這個太空戰 太空軍 然後美國就說 中國大陸現在要進行開發 衛星跟反衛星能力 就是要瞄準台灣的戰爭 那美國自己太空軍司令呢 其實他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說 我們具備了全面作戰的能力 可以提供一系列太空作戰能力 這個是我們講的 要搶佔這個太空戰略高力 因為太空是非常重要的 那中國大陸三步驟 第一步驟這個天空太空戰已經運行了那麼久 那這樣子他慢慢都已經成熟 第二步就要登月 那登月的話也會非常的快 我相信登月的話 在2030年前登月 我想困難度不高 因為天空太空戰 他都講出來了 對 都已經很清楚了嘛 那第三步驟就到火星 把火星的土壤挖回來 就是把火星看看火星 到底上面生態上面的狀況 火星的岩石到底是什麼哪些成分 就可以清楚清楚楚 那三步驟 原則上天空太空戰 月球火星 你看它一步步來 那今天講到 太空戰力高率是非常重要 誰搶佔戰戰力高率 誰將來在軍事上就掌握主動權 當然那是沒錯 因為中國大陸要達到美國1萬公里 隔了個太平洋嘛 但是問題是天空太空戰 距離地球地離美國只有425公里 由1萬公里變成450公里 整個距離縮短90% 那從太空戰如果丟一些飛彈 丟一些核彈丟一些 那快多了 你根本來不及幾分鐘就到了 不用幾十分鐘 你彈道飛彈還有幾十分鐘 還有預警 根本來不及預警 直接從他們丟下來 而且我們講到了 它只要一點點脫離速度 脫離的動力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有地心引力 那會一路加速 因為為什麼地心率越來越明顯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誰能夠搶佔太空戰略高力 誰就掌握了整個軍事的主動權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將來太空 將來整個無人機發展成功完畢之後 下個就是太空 誰能夠太空 在40年前雷根的時候還做了新戰計劃 後來因為花距過大 美國跟俄羅斯的太空競賽都停止了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晶片 現在技術的成熟 現在火箭的成熟 它這一次去了神舟18號 是長征二行的第六代 所以它的可靠度99% 9999多 很多 幾乎就是百分之百 因為我們看到金 黃金 它是99 四個九 千足 它沒有說我這個黃金是百分之百 沒有百分之百的 它其實就是百分之百 它其實百分之百 它只能寫我就是千足 99.99 就是99.99 就是99.99 它就是這個樣 所以它可靠度是很增加的 所以你剛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講到神舟19 神舟20 都會一個 那將到越野成熟之後 我們知道 這個太空的研究 也就有軍事用途 科研用途 軍事用途 那這樣的話 就是搶戰戰略高力 是這個狀況 那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下個戰場是在太空交際 是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聖 白聖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往往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聖 白聖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 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 北美優質白聖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 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的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還能讓你想吃 Carmen 剛剛好 威脅 有機器 保持 有機器